航空公司布局北美市场在信义举办生活节 带民众抢先体验美式市集 跟大手笔抽出16张机票 华航宣布台北直飞西雅图将在7月14号首航 每周固定五班 西雅图其实是目前飞北美最近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认为西雅图以它的人文跟科技 跟它的文化未来是非常值日可待的一个点 抢攻北美航线不止华航 美国达美航空在7号重新飞航台湾 每周7班 而新宇在8月16号也将开航每周3班 加上既有的长荣每周10班 台北直飞西雅图航线 每周将会有25航班 西雅图到温哥华 这个每家的双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玩法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西雅图到我们的黄刀镇去追极光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深度旅游西雅图去朝圣 我们的所谓的知名品牌的咖啡的发源地 迎接暑假旅游旺季 航空客运票价也涵涨 火航宣布从6月17号起 调涨航班定位服务费100元 每人每航段增加至400 华航六月前也已经针对国际航班 每航段征收810元 长荣和立荣也跟进 将在7月1号调涨 定位服务费的话 其实就是各航空自己说的算 在搜寻的时候看到的票价 因为可能就是裸票 刷卡的前一刻它会有一个明细 那有些你要点进去才可以看到 首度在旺季调涨 每家航空公司票价不同 专家也推估 每航段涨幅大约在100到160元 旅客在规划旅程时 也应该擦亮眼睛 看清楚定带明细 三级的王晨王菲花台报道